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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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克明的宗妻 这就对上了 四年前向露露搬到这儿 也是吴克明母亲去世之前 你的意思是说 吴克明的母亲知道这个孩子 临死前想见见这个孙子 所以让向露露把孩子带回来 是啊 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 是吴克明的 正好他们以租客的身份 被遗兹住他 吴克明的姐姐知道 她帮着赵英这位母子 但她这次回来 应该不只是为了害孩子 又看走看了 还留在这儿干吗 睡好了吗 睡好了就把衣服穿上 如果K3说的是真的的话 她今天想干什么呢 就是 干什么 目标出门 全体出发 我自己准备就周寻宿了 好 喂 喂 米卡 我刚刚才看到你的消息 我一听说了你们医院有病毒 急诊都封闭了 你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时候还没退呢 怎么会这样啊 邢哥也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 他前天就出任务了 联系不上 他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啊 他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啊 那怎么办 我现在还在郊区呢 没事 我同事照顾我都很好了 不行不行 你等着啊 我这边忙完拍摄 我马上就去医院看你啊 不用了 真的没事 不用来看我了 不行 我就要去医院 大不了我就在外面等你 好歹还可以陪着你啊 谢谢小夏 我们什么关系啊 回头我帮你好好 教育教育行客来 好吧 拜拜 拜拜 肖鹿鹿带着孩子上出租车往江宁市去了 目前还没有发现五可敏的蹉迹 ك masculinity rond用重 anal 远途到高速路是 메口 还没有发现五可敏的车目 请问你 他会不会跟着吴克明跑呀 新队邀请那名市局增援 盯住火车站 长途汽车站和飞机场 好 向露露带着孩子去了日心医院 秦队 向露露带着孩子去了日心医院 人心医院 资料上显示他孩子有穿起病 应该是去做复查了吧 说不定吴克明也会出现 医院人都环境复杂 不好控制 很难实施抓捕 就是因为这点他在选择在这儿啊 推测吴克明会出现在医院 派两个人跟进去 李念 马上申请人心医院的平民 收到 收到 别离那么近 手机拿圆点看 他挂了号 现在在儿科等着做检查 一直拿着手机给孩子看动画片 是 好 继续观察 儿科 咱们也没小孩儿 娶儿科太奇怪了吧 文静 李念 好 你们和医院打个招呼 找我两个身背搭过来 完成医生去看一家 收到 收到 行队 向露露带着孩子 宴选做检查 期间没有任何人上前她发 现在马上就要检查完了 但是她要等两个小时的宴选报告 收到 继续观察 收到 继续观察 好 好 完了 薰米草摆水到 那也没别的办法 没事 咱还有B计划 好对 紧张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下雨了 我送你了 没事 我反正职业班职惯了 这也不算吧 这好像已经是我第二次 把你扔鱼里了 我保证好 不会有第三次 后面我们去海边吧 好 海边 好 队里今天有事 不回去了 我是帮你 行队 向露露带着孩子 只是在等报告 手机一直在孩子手里玩 他中间没有打过任何电话 我们是不是猜错了 他和吴柯明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 吴柯明就是为这个回来的 他应该就在附近 喂 确定吗 好 吴柯明的车 在五公里以外的一个停车场发现了 但是车上没有什么线索 你们市局见证科的同事 已经赶过去了 他把车都扔了 刑队 我听说这两天人心医院来了一个什么 中东呼吸症的病人 反正就是那种有很强传染性的病人 整个急诊都封了一天一夜了 米卡不会有事吧 我也没那手机 不知道啊 但他掉去神宛应该没什么事吧 第一天人心里很难ий 喂 我 也会咱们赶紧 也会吗 你需要过去 我 我都可以 这个行为 你哪儿 你我都不得了 我 我都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他带着孩子在草原商的长椅上坐下 收到 咱们绕着去看看 向璐璐的手机有没有打过电话 没有 他手机也是没有打过电话 好 收到 收到 车桃 我的温度降到三十六度五了 你要不要让卫主们他们过来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解除隔离了 什么东西 练习最后的一段净 注意 吴和鸣随时出席 吴和鸣随时出席 他大概怕孩子饿了 刚才点了点外卖 他就没打过电话 有问题 警察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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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武器 吴和鸣 你这么在意自己的小孩 你真的希望 在他的童年里 有这样一段 虚弱模糊的记忆吗 你真的甘愿他们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面活一辈子吗 这么可爱的小孩 你不想让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为了你 为了你的家人 放下武器 走 走 你要还有任何不舒服 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 你自己可是隐身 千万别掉一青青 知道了 我往上去吧 有事 打电话啊 好 拜拜 你看 你怎么样了 还没有不舒服了吧 没有 真的没有 就还有一点点头疼吧 还有一点头疼 真没事吧 没事 那邢克也知道你病了吗 他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给波波打个电话 我得问问他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怎么还有关机呢 估计还忙着呢吧 任务还没完 走吧 休息一下 你会在哪 你可不放点头 嗯 别照亮了 那你安心睡会儿 我就在客厅里有事讲话 辛苦了 你也不会让你留在哪 我等会儿 你也不让我留在哪 让你留在哪 的方法 我关注你ом 我把你留在哪 你都不能留在哪 海边的哪 米卡 小夏 米卡呢 米卡病了 严重吧 有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人 去他们医院了 整个急诊都被封闭了 米卡在里头 生病了 发烧了 也被隔离了 今天傍晚烧钢腿 放出来了 这会儿在上面睡着呢 你好好照顾啊 我走了 熬了 装在锅里 谢谢 阿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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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害怕 我不害怕 就是第一天的时候 有一点点害怕 被感染 后来 其实我更怕的是 你主任务有没有受伤 没事吧 没事 那就好 走 坐 我给你 就是发个烧而已 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立 你 你说你 发烧也不和我说一声 我其实 就是 给你打电话了 你手机关机 然后后来我就知道 你出任务 我就不敢告诉你了 我怕 我怕你担心我 我其实挺愧疚的 我根本就不是一个 称职的那么 没有 你之前和我说 不过 然后把坚强的一面留给别人 把最脆弱的一面留给你 那你也得一样 你怎么骗子我说话呀 你怎么骗子我说话呀 走 走 走 起这么早啊 我去上班 不早了一下 上班 去不休息吗 没事 我怕医院扔手不过 我去看看 那你吃个饭吧 我去医院吃吧 来不及了 吃完饭 来点 我送他 双方 你去两天干吗 去 出任务 不能说 那你得补偿我 没问题 你先干吗都行 那我们去干什么呀 看风景 吃大餐 买东西 我去 明天休息吧 明天我们好好待一天 好啊 那我走了 你回去路上慢点啊 你记得吗 上次你就在这儿给我拍张吗 对啊 手机给我 再给你拍两张 那不要 就要你在我身边拍照 春宫我好想把上架给你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我 我没笑什么呀 情婦都好了 那 是挺好的 我没说 你笑的 我可以笑什么呀 我来说 我来说是可以的 这准备的有点太多了吧 准备的有点太多了吧 你一个天去海边 这路程这么长 不得吃点东西 因为你饿了 而且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准备算不算 江湖不过啊 我只是单纯的宠女朋友 没有啊 哥 我找了一家餐厅 一个挺好吃的海鲜烧烤 我们明天晚上就吃那家 好不好 行 都挺没的 到石头里 快到了 咱们到了以后能不能先吃饭啊 我 我饿了 是按睡懒觉了 不不不 你先吃点这个 来 你干 点一口 不是 等着吃海鲜呢 吃银子吧 来 喂 婉老门 我是郝一丑 城东发生一起大型恶行事件 在闹市街道上 需要马上处理 你赶紧回来 好 我收到 快点头吧 对不起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了 你是警察 你还能因为跟我谈恋爱 违抗命令吗 这两个人的时间一个人过 这话说得是没错 来了 可可可 帮我接一下 沈总 沈总 我的妈呀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我这不是为了安慰你 被邢克雷三番五次 犯鸽子的受伤心灵吗 树文波不也一样吗 那可不一样 她昨天陪我玩了一整天 我们还看见了超美的夕阳 回去吧 好了 好了 你不说 我不说这个了 明天晚上咱们那个 吃火锅 喝啤酒 不醉不归 干杯 干杯 火锅烧烤配冰啤酒 太爽了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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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 怎么了 担心心克雷阿 你不担心朕文波 当然担心了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谁让我们两个 偏偏爱上的是两个特情 你和秦柯蕾之间没事吧 没事 就是我最近 突然才认清一个现实 什么现实 我们俩的职业都太特殊了 时不时地加班 时不时地有突发状况 就算住在一个屋檐下 有可能也很久会不见面 就算见了面有可能 就只能打个招呼 我们这样能长久吗 那我还不是一样吗 那树荣博也天天放我鸽子 那特警队简直就是养鸽专业户 我要有你的心态就好了 你真的是 只要决定了 就向前冲 那你得向我学习啊 你想得少一点 快乐就多一点 想得少一点快乐 好 从今天晚上开始 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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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联系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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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忏я Kerry 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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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月雨雨雨jut 这么美了 去 ricting 好 早 米凯 你恢复了 没事 早上好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不好意思 这是裁券的用户 这周末有空吗 能不能报个报 怎么了 你能不能帮我挑一个钻戒 我相信你的眼眶 你要求婚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心机 您还真是不非则已非冲天 这也太快了吧 我打算把我之前耽误的时间 都追回来 行 我帮你 好 好 少主 回来了 收到邮件了吗 什么邮件 看样子你还不知道 艾伦医学中心 你通过出评了 需要你再补充一些材料 之后会有一个面试官呢 跟你网络视频 到时候面试你一下 就这样吧 难道不应该很开心吗 少人 说实话 我还没想到 我到底要不要去 你也有点星克蕾 对吧 我感谢大家 这么多 欢迎光临 两位需要什么样的戒指呀 钻戒 先生是求婚吗 预算是多少呢 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就是要特别一点 好的 这两款就很特别也很好看 先生可以看一下 其实钻戒只要够大就够特别 好 好像是眉毛 她不一定喜欢这种浮华的 要不您问问米卡 看看小夏平时有没有跟她说过 喜欢什么样的 行 我问 稍等一下 因为邢戒类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 她如果出国的话 还有是警报告 如果邮临师的任务 还得取消休假 而且我听说 二维学中心的课程是非常满的 是这样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上车 等我一下 这件事情呢 你再仔细地考虑一下 这是个好机会 对你未来的发展 非常地重要 不要仓促做决定 好的 上车 走了 好 你也要好吗 好 怎么样 可能比较忙吧 没回 那怎么回呀 你就看看 他戴哪个好看 我认识他戴哪个好看 先生 我们其实还有这个系列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结婚对借和钻借是一个系列 现在三个加起来还不到三万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您可以看一下 行 我能试试吗 可以 看看 你帮我试试吧 我怕两个放一块好不好看 你不是说他戴哪个都好看吗 你手指都细 这正好能戴上 我就看配不配 你正好把那个钻借借戴上来 还行啊 还行 还挺配 是不是挺好看的 拉着去 你看 拉着去 是吧 是不是还挺好看 好 这个系列现在很优惠的 三个加起来还能再打折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那行 那就这个吧 好的 那这个手寸您可以 您未婚妻的手寸是什么呀 您帮我看一下 他平时这个戴无名纸 这个戴中纸 好 就这个大小 请稍等 可以啊 现在心这么细 我被这事琢磨好久了 有诚意吧 好 先生 这个请您收好 行 谢谢 谢谢 您看一下 如果这个系列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给您包起来了 这三枚现在可以打九五折 如果您再多买一样 就可以打八八折 您要不要考虑再多带一样东西啊 像龙凤镯 项链 婚礼都是用得上的 这个就不用了吧 您说打八八折 对 便宜了挺多钱的 用不着他们 骗个蛋 要不然你给米卡买一个 啊什么啊 你不打算跟米卡求婚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太没诚意了 这米卡对你那么好 你不给人挑个戒指 你 这怎么能叫没诚意呢 我跟这团购钻戒 才叫没诚意呢 你等会儿 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啊 求婚肯定是要求婚 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 不是 你是不是这儿拖啊 不是 你买是我买 我买 我买 是这样吧 你挑个项链 就当我送你的新婚礼物 怕得我不好意思啊 你把那项链我拿看看 好的 请来这边 好 那个挺好看 这款也不错 都不错 以后再来加点高 好 好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沉默的留白 所有的美好都在一瞬间 像真实的存在 就好像我有资格期待 也许爱来得太快 来不及明白 怎样给你安全感 但是我想让你依赖 遇见你是意外 并认为你更改 多么真实 从现在到未来 慢慢学会期待 我怕给你伤害 可命运总是沉默的留白 所有的美好都在一瞬间 像真实的存在 就好像我有资格期待 也许爱得太快 来不及明白 怎样给你安全感 但是我想让你依赖 终于在这后明白 终于在这后明白 是我离不开 是我对你才未来 你终于注定是我的爱 你终于注定是我的爱 你终于在这后